大家好 我是文睿 昨天2月24号 中国外交部发了一个什么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一共是12条 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 内容很长 我就不赘述了 它整体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废话的 然后里头就基本上状况就什么 明里暗里的给普京站台 基本就这样 一个状况很多人看了以后 也很生气 就觉得什么北京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北京做这个事 简直就是太坏了 反正是这么一个状况 很多人这么理解 但是我看到 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立场 这12条以后 我的想法就是说 习近平真是 他总加速是这名号 真不是白给的 真不是浪得虚名 整个这次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又达到了一个 加速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我就在想 这真不是开放 我觉得这很多人都一直在传言说 习近平他其实是跟我们一伙了 他就在这个体制内部 要通过这种方式 他的这种方式 结束这个体制 哎呀 这种感觉 其实我也越来越强烈 真的 我有点半信半疑 是不是真是这个样子 是吧 那为什么能说 你说这12条 有人看了 文雷你为什么这么解读呢 这个事情很重要 很重要 以前你就是习近平 对吧 给普京站台 支持普京 怎么怎么样 其实起码在外界 比如美国 包括欧盟 他们拿到了一些什么情报 咱们不清楚 但大部分民众 大家也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也都是在物理看花 你说栗战书 说什么侧应 这也就是谁 有人说那是他的方言 其实不是侧应 反正大家 都在争辩 包括王毅说的很多话 去什么地方 大家也都是在 就是很模糊的 看这个事情 但是这次 这次完全是不一样了 那是习近平 通过外交部 白纸黑字 把中共的无耻 把中共的愚蠢 把中共的是什么货色 然后把中共有几斤几两 通过这种白纸黑字的方式 签字画押的方式 彻底的展现给全世界看了 对不对 都能看到 对不对 以中国外交部的信誉 其实也没啥信誉 以他给文件 给中国立场 背书 那你说全世界看到以后 会是什么情况 以前大家可能并不是很了解 一看 哎呦我天 对吧 这什么呀 这是 一个那么强壮的一个大人 打一个小孩 这都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对不对 但凡是你有一点点良心 你有一点点道义良知 你都知道 这个话该怎么说 这个事该怎么做 好了 这一年多 对不对 你这到头来 你整了个12条中国立场 你还在这 对吧 替普京说话 替他开拓 你说那全世界这些人该怎么想 是不是特别是美国和欧盟 那就把你的这个本质 看得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了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大家也会联想 对吧 你今天可以这么对待乌克兰 明天你可以对对待其他国家 是不是 那你的存在 对不对 那就是对全球 正义善良民众的这种侮辱 大家就这么一种看法 对不对 你的存在 就是对全球 全球的正义善良民众的一种威胁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情况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是加速到了一个新高度 对吧 就是你人家这个 加速师的这个名号 大家不多说了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大家能懂 那么你这个事情这么做出来以后 它是肯定会有后果的 是不是 美国包括欧洲是一定会采取措施的 而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 我起码看到三点 咱们一起看看 首先第一点 就从韩国开始说起 韩国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美国从去年开始 不是加强对中国的芯片高科技的这种制裁 然后去年有制裁 就是措施很严格 就是然后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了 韩国在中国的企业 SKINX和三星 他们生产芯片的企业 他们的产能在中国还是很大的 然后当时毕竟美国韩国是盟友 然后他就给了这两个企业 SKINX和三星在中国的芯片上 一年的缓冲期 就一年之内 实在是不针对你们 但这一年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 这不这都二月份了 马上又三月份了 然后昨天我看到那个新闻就讲 美国这边好像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通知 就是韩国了 到今年一年时间满的话 不会再延期了 不会再延期 那就在前后这个时间 对不对 他这边中国理想 也出来前后这个时间 你看就看到 我不会再给你延期 也就是说明什么呢 预示着美国会对中国的科技围堵 进一步加强 在芯片领域 对不对 就说即便你是我的盟友 这面子我也不给了 北京这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这动作要大于推进 你们自己我提前给你打招呼 到时候可别怪我 我没告诉你 就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吧 所以说科技这个制裁 会进一步加深 然后其他方面 对吧 订单会大量的撤离 企业也会大量的撤离 对吧 肯定是这个样子 然后甚至能源 也不给你出口 但这是我的想象了 最终就是什么 到美元 美元也不给你用了 把中国的很多金融机构 剔除出swift系统 包括美元结算的chips系统 中国到时候经济怎么玩 你根本就没有玩不转 是吧 你没有高科技的产品 你没有能源 你没有就是说订单 是不是 你玩用不了美元 整个中国会是什么情况 但是这个是从一个点 我这么想 但这种可能性 现在已经是完全有了 是吧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到了什么程 到了冰点 自由落体到了一个 差到一个物以复加的程度了 这是这样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方向的 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动作 第二个方向就是 就是什么在 看到这消息 德国媒体报道出来 报道出来 就是说习近平北京是怎么样 或者计划如何帮助 普京的这样的消息出来了 好像卖给他无人机 等等这个事情 这我不细说了 大家也不用了解它详细 反正人家是有鼻子有眼 把这事给你说出来了 以前还可能考虑的面子 但现在也不考虑德国说出来 对不对 也就说明什么 美国和欧洲掌握了 你大量的这种证据在手里面 对不对 以前就是毕竟还 大家不要撕破脸 大家可能还要就是说 维持下在今天 也顾虑不了那么多了 你这什么摔着条中国立场 那么胡说八道 可能对不对 还顾虑什么 对不对 就直接报道了 让全世界看一看 全世界的民众老百姓 各个政府 对吧 敲锣打鼓过来看一看 看北京是一个什么货色 就基本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为美国或者欧盟 进一步制裁 舆论开盗 就这么一个情况 对不对 全世界人一看 怎么回事 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 就是说 美国在台湾的驻军 要从30人左右增加到100多 甚至会达到200人 翻三四倍 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 非常大的消息 你这么翻起来 速度可快了 这次翻个三四倍 下次你再翻三四倍 翻着翻着就几千上万人了 跟韩国差不多了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是 以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美国 因为台湾的芯片太重要 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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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它最终的目的就是 在台湾驻军 大规模驻军 这是它 它只有 驻军在那 对吧 有很多人 美国才能彻底安心 这以前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一关 那这一次美国觉得 好 既然你展现出如此的状态 什么12条中国立场 那我也就不再给你面子了 是吧 以前刚才考虑一下北京会有什么感受 今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 来吧 咱们也来 对不对 直接派兵过去 对北京态度 你有本事你过来打我 打我试试 来 对 就这么一个态度了 你知道吧 现在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习近平这次这么一搞 哎呀我天 这情况啊 反正是对中共来讲是相当相当不妙了 是吧 中共他做的这个事情 刚才我提到中国立场 就是白子黑字签字画牙 然后通过外交部 发布给全人家看 那用老百姓的话说 那不是欠揍吗 对的 就是欠揍 这话不知道是不是骂人 我承试跟大家说我不骂人 那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意思就是拿着白子来 你打我吧 你打我 你过来打我 你过来收拾我吧 不就是这点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你说现在整个中国经济下滑到什么程度 现在中国经济下滑 那真是 那真的是很多老百姓 不管有没有粮食 那真是要吃不起饭了 我说的一点都不怀扰 现在整个中国经济下滑的那个程度 那很多人穷到什么程度 他有那么多这个负债 到这个时候你是 要跪下来求人家 跟人家好好做买卖 搞外交 对吧 人家你看习近平反而搞的一团糟 那么这个体制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 咱们一点慢慢看吧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